长津被人诬陷发配到了济州岛 但他却一直想要逃走 幸好他遇到了敏大人 在敏大人的劝说下才答应留下来 可两人回去之后却都被绑了起来 因为这已经是长津的第四次逃跑 况且这次还是跟一个男子在一起 于是护叛大人便准备将长津发配到更为偏远的牛岛 敏大人想要求情 可护叛根本就不认识他 刚想要训斥他一顿 这时他手下的一名士兵赶过来 轻声地告诉他 位在地上的男子就是济州岛水军的万户 原来敏大人的老领导十分看重他的能力 不愿他就此埋目 于是便给他安排了一个济州岛水军万户的官职 顺便也可以在这里照顾长津 在得知敏大人的官职之后 护叛赶忙跑上前去亲自为敏大人松绑 敏大人也趁机再次为长津求情 这让护叛十分的为难 因为他屡次逃走 这里的人们都不愿接纳他 可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来人正是这里的英女张德 他愿意接受长津 令患者身体不是前来看病 本身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却给患者开了药 并且还多收了钱 长津对此十分的不满 这些并没有特殊的治疗效果 可当张德听到长津竟然丝毫不差地将配料说出来后 他十分的惊讶 于是他便让长津将若筐里面卖门东的新子给摘除 可长津非常看不上张德的做派 并不想帮他做事 但张德却告诉他 任务已经交给你了 做不做是你的事 无奈之下长津也只好按照他的吩咐 开始一个一个的摘除 第二天的时候他的任务又来了 张德告诉他生地黄沫上杀人泡酒 在经过九争九晒之后 变成了好用的药材 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没有了药效 也不能帮助消化 长津自然是不愿意 可张德还是之前的那句话 你怎么做我就怎么用 完全让长津自己看着办 长津无奈之下也只好照做 虽然你很不喜欢这个人 但也不能因此忽略了你该做的事情 可他很快又对张德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军中有一个名叫嫖万九的将校 似乎私底下带着士兵在帮英里张德盖房 以供谋私的事情在军队显然是不允许 他让敏大人多注意注意这个人 可回去监药的时候却又遇到了问题 他发现这里人们平时喝的水略带咸味 而这些水是不能用来熬药的 孩子的父亲告诉长津 淡水在几州岛是非常珍贵的 只有军营附近才有几处泉水 但他们这些贱民是没有资格用的 可长津还是决定去尝试一下 但当他来到地方告诉士兵 是准备给贱民用的之后 士兵直接将他推倒在了地上 在路上的时候跟一个大叔打听后才知道 在半山腰的地方还有淡水可以用 而在这座山上还有一群士兵正在劳作着 不过怎么看这群士兵也不像是在盖房子 反而是像在盖水塘 回去之后朴江校跟敏大人解释 由于冀州岛缺水 普通的百姓根本就喝不到淡水 所以才经常生病 在英女的建议下才选择在半山腰建一座水塘 这样不管是雪水还是雨水都可以存储起来 汇集这里的百姓 张德还告诉他 这里四面环海 淡水资源本来就不多 士兵还要抗击倭寇 不能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但为了当地的百姓 所以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不过上任的万户大人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所以才会带着士兵偷偷地去做 敏大人对于这种行为自然是十分赞赏的 对于张德的行为长经不置可否 但接下来张德的行径再次刷新了他的认知 被流放到这里的人生病是不可以看医生的 但他却宁愿冒着事后被士兵关起来的惩罚 也要坚持为生病的人看病 宫内的太医院更是多次想要征庇他入宫 但每次都被他给拒绝了 通过打听长经才知道 张德不仅仅是这里最好的医女 在整个朝鲜都是非常有名的 听到这里 一个重新回到王宫的计划便在长经的脑海中产生 为了重新回到王宫 他准备转行做医女 想要通过王宫医女招聘的方式重新回到王宫 医女首先交给他的便是望闻问切的望 就是观察病人面部的颜色 并且详细地给他讲解各种面部颜色所代表什么部位有异常 还交给了他一本小册子 让他背熟里面的内容 他也非常的用功 每时每刻都将小册子带在身边 背诵里面的内容 但同样在这里做事的另外三个女人对他却十分的不满 因为他们跟在张德身边整整五年的时间 可张德并没有将这些传授给他们 为此他们也找过张德 但用张德的话说便是他们做事心思不够整 就连最简单的处理药材都处理不好 还想要学习艺术 想都不要想嘛 为了可以观察人们面部不同的颜色 他特意偷偷地观察村里的女人们 可他们明显十分的不配合 幸好他遇到了敏大人 在得知长津要做的事情后 敏大人直接将长津带到了军营 聚集起所有的士兵 让长津一一地观察 估计现在的医学生实习的时候 也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实验对象 但也由于长津的美色 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军营的嫖将小 这一切也都被敏大人看在眼里 于是他便在望诊结束后 约长津来到海边漫步 情不自禁的时候主动拉住了长津的手 长津并没有反抗 而是十分羞涩地赶忙跑开了 第二天的时候 张德便带着长津来到医馆 观察生病之人的面子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长津准确无误地全部讲了出来 身后的三个女人非常惊讶 长津没来多久就可以这么的优秀 殊不知这正是长津夜以继日用勤奋换来的 回去之后 张德又为长津拿来了一大落医术 让他背熟里面所有的内容 就这样又开始了漫长的学习之路 困了就趴在桌子上小睡一会 白天的时候努力干活 晚上的时候就在油灯下面 看着医术分辨着各种妙材 而与此同时的王宫内也发生了一件大事 连生由于时常思念长经 每晚都会孤独地在梁亭旁边暗自伤心 陪伴他的也只有一条小狗 可就在这天他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国王带人路过了这里 连生忧郁伤感的表情深深地吸引了国王 于是在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他便被叫到了国王的请殿 其他的事情也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第二天的时候 他便被国王册封为特别上宫 王后更是亲自下廉 为他准备宫殿以及各种家具 上宫 宫女在他的身边伺候 他也从来都没有忘记过长经的事情 想要趁机去找长经 为他以及韩上宫洗刷冤屈 这可把闽上宫给吓坏了 他同样也担心长经现在的安危 但他更加知道如果现在去找长经的话 宫内有些人势必会再生出一些什么妖怪 很可能会给长经带来危险 这件事情也只能暂时先放下来 而另一边的长经此时正在被张德处罚 原因则是长经被错了医书里面的内容 但长经对此并没有怨言 依旧每天专心地跟着张德学习医书 也正是他这份坚持不懈的努力 让他的医书得到了飞跃的近书 也让他离王宫更近了一步 这个老头太有钱了 每天都在家炖硫磺鸭子吃 可他老婆却非常的不愿意 连续吃了几个月的鸭子早都吃腻了 但老头最厉害的并不是有钱 而是如今年过半百的身体 却让他老婆再次怀上了孩子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大婶特意给了大叔一袋钱 让他去济州看看长经 并且让大叔带上了长经小时候最爱吃的食品 虽然两人已经是老夫老妻了 但大叔这次出一趟远门 还是对老婆依依不舍 想要让老婆亲一口 却被老婆无情地给拒绝了 虽然老婆已经给了他一袋钱 但对于他来说这点钱哪里会狗 他早已经在身上又藏了一大串钱 毕竟是去看长经 虽说不是亲生女儿 但大叔带长经比亲生女儿还要轻 去看女儿自然是要多带一点 而此时在济州岛的长经 正在专心地学习着针灸 很快也迎来了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病人 在张德的安排下来 作为实习生的长经第一次为病人望着 随后又对病人把脉 在确认判断无误之后 张德便让长经亲手为患者治疗 可他拿起手中的银针 在患者的穴位比划了半天 却始终下不去手 无奈之下也只好让张德亲自动手 对此张德惩罚长经重新学习针灸之术 为此他特意使用了人体标本 一边背诵着针灸口诀 一边指着人体上的穴位 长经的勤奋努力也被一旁的敏大人 以及张德看在眼里 私下里敏大人找到张德 希望他不要给长经这么多的压力 不要经常训斥他 张德告诉敏大人 长经那天之所以无法鼓起勇气正常针灸 并不是因为平时对他的训斥 而是因为在一次帮他针灸的时候 因为针灸错误 差点让他丢掉了性命 所以他无法原谅自己所犯下的过程 他现在的这种状态是他对自己的惩罚 只能靠他自己慢慢地恢复过来 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过来 具体还要看他自己 这段时间刚好他也可以体会到 生命成可贵的海 为此敏大人也特意地去找过长经 可长经始终还在深深的自责之中 但他也明白 唯有这一条道路才能为寒上功复仇 为自己洗刷冤屈 第二天的时候 敏大人接到命令 牛岛来了一批进贡的马匹 平时每次有进贡船路过的时候 总是会遭到倭寇的袭击 所以他希望敏大人可以带着水军前去护所 顺便带上张德 最近牛岛上面的军民也有不少生病的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敏大人便带着大批的士兵 运及张德离开 而这时 这里也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长经掀开被褥才发现患者正是自己的养父 看到大叔昏迷不醒的样子 他惊慌不已 经过询问才得知 大叔乘船过来 由于晕船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 但现在张德并不在岛上 这里唯一有医术的便是长经了 于是他便准备亲自为大叔针灸 可在大叔的腹部比划了半天 他始终下不去手 无奈之下也只能叫人对大叔进行爱酒 虽然针灸比较快 但他心里的坎始终过不去 好在经过爱酒的治疗 大叔总算醒了过来 鸣鸣呼呼醒过来的大叔 还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女 当他看清楚是自己女儿长经之后 两人激动地抱头痛哭起来 大叔来到这里之后 将崔上公当上御膳房最高上公的事情 告诉给了长经 之前跟长经亲近的连生 以及闽上公日子自然也不会好过 这时候的大叔还不知道 连生被宠信的事情 听到这里长经万分的难过 晚上的时候他一个人来到海边 他不知道现在该如何是好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想要为韩上公洗刷冤屈的事情 依然没有丝毫的进展 这样一直坚持下去到底是对还是错 也就在这天晚上他身处的几周岛 来了一群他们泡菜国最为不喜欢的人 身为倭寇的他们突袭了 这里留守士兵不多的军人 当地的牧师大人在得知之后 不但没有选择带着士兵抵抗 反而趁着夜色赶忙逃跑 守军没有人指挥自然也跟着一起逃走 但当地的百姓就没那么幸运了 全部被倭寇给抓了起来 第二天的时候更是在岛上大肆搜捕 随后将抓捕的所有人聚集在了广场之上 逼问他们这里谁堵的医术 长经为了村民的安全只好走得出来 经过把麦才知道这人得的是急性完美 可长经现在并没有独自治疗病人的经验 也不敢对其治疗 但倭寇却从村民的口中得知 长经虽然没有给任何人针灸 可他寻找学位却是非常的准确 就算是在半夜突然被叫醒 也能准确地找出学位 针灸最重要的是寻找学位 下针反而是比较简单的 听了村民的话 倭寇认为长经是不意不愿意针灸救人 于是便开始威胁长经 如果他不答应救人 他就将这里所有人一个个全部处置 第一个被拖出来的则是大叔 眼看倭寇已经拔出长刀 大叔也将命丧黄泉 无奈之下长经也只好答应了下来 可等长经来到屋内准备针灸的时候 倭寇又恶狠狠地拔出刀插在了地上 这可把长经给吓坏了 缓了好大一会才缓过来 在倭寇的暴力威胁之下 长经一闭眼 一狠心 顺利地将银针扎进了患者的腹部 至此他总算完成了他人生第一次针灸救人 可他也被吓坏了 想着刚才下针的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但晚上的时候他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他们明天就准备离开 否则的话将有恶化的风险 为此倭寇准备带着长经一起离开 让他贴身照顾首领 听到这个消息长经被吓得不轻 但很快也有好消息传了过来 村民在抓药的时候 敏大人在药材里面夹带了一封书信 大致内容便是他已经知道了这里发生的事情 为了将这里的倭寇一网打尽 希望他可以想办法将倭寇引入他们的包围圈 于是在第二天即将离开的时候 长经告诉他们还缺少一味十分重要的药材 就在前面不远处的药田之中 倭寇为了首领可以康复 于是便带人跟着长经前往药田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正在忙活的时候 埋伏在四周的士兵突然杀出 将这伙倭寇给包围了起来 敏大人也带着士兵冲了过来 很轻松地便将这伙倭寇一网打尽 长经可谓是这次打击倭寇寇的功臣 可他并没有得到嘉奖 反而被下令抓起来关进监牢 理由是长经曾经帮助倭寇首领治病 而这一切正是当初逃跑的牧室大人在后面捣鬼 原本属于长经的功劳也被牧室领取 这件事情很快也被敏大人得知 他自然明白这一切都是牧室的谎言 于是便准备给国王上书 但是却被吴大人给拦了下来 虽然敏大人已经一五一十地 将几周岛上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吴大人 但吴大人的意思依然还是长经 虽然协助剿灭倭寇 但他却救治了倭寇的首领 就此一点便有通敌的嫌疑 对其中的原因丝毫不在意 吴大人之所以想要处罚长经 第一便是因为跟长经有过节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 牧室是他的学生 他正想要借助这次的事情 好好地提拔牧室 借此来巩固他的势力 这件事情很快也在一女中传开 他们不知道今后遇到这样的事情 究竟该如何去做 身为一女救死扶伤本就是他们的职责 但如今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们对现在的职业也开始产生了 为此他们特地去询问了王后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事 全部告诉给了王后 如果不帮助倭寇治疗的话 死伤的就会是无辜的本性 如果帮助倭寇治疗的话 则是会被以通敌的罪行抓捕 王后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刚好国王赶了过来 于是王后便一五一时地 又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国王 晚上的时候 之前在御园的主部郑大人找到长经 他现在已经重新回到了太医院 他希望长经可以放弃复仇的想法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长经曾经跟他说过 他之所以会学习艺术 是为了回宫复仇 为韩上宫洗刷冤屈 为自己证明清白 而作为医女心怀仇恨是不能进入王宫的 可长经却异常地坚决 这也是他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无奈之下他只好找到闽大人 希望闽大人可以劝劝长经 在他看来心怀仇恨的人是无法行李的 如果他进宫的话 整个王宫很可能会因为他而改变 可闽大人却坚信长经 不是为了复仇而胡作为妃的人 他相信长经最终会得到改变 无奈之下郑大人也只好离开 但他这次身为英语选拔的主考官 势必是要对王宫负责的 这个长得有点像池珍熙的男人 最近非常的忧郁 原本以为长经被释放之后 两人就可以一起回到几州岛 可没想到他的老领导找到他 希望他可以留下来 并且语气非常的强硬 不仅如此 就连家里的老管家也找到他 告诉他老爷现在的身体非常的不好 也希望他可以陪在身边 对此闽大人十分的难过 而这一切也被长经看在了眼里 他明白虽然两人彼此心中都深深地喜欢着对方 但长经也不能因此而耽搁了他的前程 不能耽搁他在父亲身边静孝 于是他便在晚上的时候 找到正在池塘边烦恼的敏大人 告诉他 希望他可以留在王宫为国家做事 为父亲静孝 虽然两人分开 但他也能感受到敏大人就在他的身边 就如同韩上公一样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并且还说分开这段时间 他一定不会看上其他的男人 虽然军营的嫖将校 时常跑到他的家里大献殷勤 但他依然会恪守两人之间的感情 让敏大人可以放心 况且不久之后 王宫将会举行一女的选拔 到时候他还会回来的 敏大人感受到了长经的心意 于是便决定留下来等着长经的归来 第二天的时候 长经便在嫖将校的陪伴下离开了 当路过韩上公当初去世的地方时 长经停了下来 当初被押送着着急赶路 士兵将韩上公的尸体随意地给扔了 他也是事后才偷偷地将韩上公草草的当了 他想要在这里为韩上公好好地修建一下 火急火燎地跑来送女儿 可就在三人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铁锹修好坟墓时 一个小男孩走了过来 他告诉众人 这里不可以修坟 这里是他家的土地 况且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风水也不合适 站在这里听到的风声以及水声犹如女人哭泣一般 想必这里面埋葬的是一个积怨颇深的女人 几人不由得一惊 没想到面前的小孩年龄不大 说得倒挺准的 小男孩接着告诉他们 埋在这里的人必定会哀伤悲痛没有子嗣 再也不会有人前来探望 香火也会就此中断 说完便不再理会被惊呆的几人转身离开 而长津则是追了上去 第一他身为一女本能地看出男孩的面色不对 第二他也是希望可以了解更多关于寒上公英宅的问题 拦下小男孩之后 长津十分准确地说出了小男孩身体的各种故事 经过长津的把脉之后 确认了男孩的病症 便决定为小男孩治疗 小男孩这事也告诉他 他的病从七八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 已经找了很多的大夫 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 反而将身体弄得越来越虚弱 可男孩的父亲并不愿让长津对儿子医治 因为在他看来 长津只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医女 医术肯定也不咋的 但他的儿子却坚持让长津试一试 因为他从面相看出长津是心地善良之人 况且他的脑门上有太阳星照着 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听完儿子的话 他总算答应让长津试一试 为了给小男孩治病 长津让人宰了一头大黄牛 将黄牛的四肢以及前辈肉剔除肉筋 再将肉切成麻将大小的肉块放在锅里中 虽说他是在治病 但作者怎么看他都是在熬牛肉汤 可男孩第一次尝过牛肉汤之后 却异常地难受 孩子的父亲也冲了进来 劈头盖脸地将长津臭骂一顿 并且准备叫人将长津赶出去 可却又被小男孩给拦住了 他始终坚信长津可以治好他的病 因为他从小便懂得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能感觉到长津就是自己的贵人 可以治好自己病症的贵人 在小男孩的坚持下 长津经经过几天对小男孩的细心照料 他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 对此孩子的父亲对长津的态度 也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长津也从他的口中得知 明天就是宫内太医院挑选医女的选拔 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 如今阴差阳错终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自然是不会错过 于是便在养父以及嫖将校的陪伴下 火急火燎地往选拔现场跑去 长津参加王宫医女的选拔测试 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老熟人郑大人 竟然也是这次的考官 第一题考官询问三人病人患有肝病 是什么症状 其他两个女孩回答得重归重矩 长津回答得则十分的优秀 不仅回答出来各种分辨的方法 还回答出了各种病症的治疗方法 考官显然对长津的回答十分的满意 但唯独郑大人不置可否 不过还是给他评了一个上的成绩 第二题考官询问三个女孩 如何分辨出一个人生病 并且让他们写出来 其中一个女孩回答的时候有点刻吧 长津因此十分幸运地又被评了一个上子 第三题是郑大人出题 他询问三个女孩 如果你们的仇人生病了 你们会为仇人治病吗 这一题显然是冲着长津来的 其他两个女孩都表示会遵从职业道德 为病原医治 可到了长津这里 他却久久沉默不语 虽然他可以违心地给出三位考官一个完美的答案 但他还是回答自己还没有考虑好这件事 也因为长津发自内心地回答 考官给他评了一个下 随后长津失魂落魄地走不出来 面对养父以及嫖将校关切的询问 他一点心思都没有 他知道这次肯定是要落选了 一女选拔只要被评一个下都不可能通过 而郑大人肯定是给他下的那个人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录取的榜文上竟然有他的名字 这让原本失落的他惊喜万分 随后他找到郑大人对他表示感谢 可郑大人却告诉他 依然保留这份决定 在接下来受训的这段时间 让长津好好考虑清楚 训练结束如果还没有放弃复仇的想法 那他也无法进入王宫 第二天的时候 一众刚入宫未来的英女们便开始接受训话 今后负责教导他们的是一名姓生的教授 在这半年的训练期间 所有人都必须要无条件服从他的学习安排 接受不了的话 现在可以马上卷铺盖卷回家 在未来这半年的时间内 他们也将会经历大大小小50场测试 所获得的成绩也将决定 他们最终是留在王宫还是会民属 亦或者是回到来时候的地方 如果有三次测试不及格 将会被直接赶出去 这样的人不会颁发英女资格证书 也不会颁发行医资格证 因为被淘汰的人是没有资格行医的 听完生教授的话 众人不由地开始面面相聚起来 看来英女的训练远比想象中的要难得懂 而这名生教授也是一个调皮之人 在提问的时候 很明显一些英女是不知道答案的 但他依然对这些人一一发问 当看到挺胸抬头准备回答的长津时 却只是随意地看了一眼便离开了 一连数次经过长津的身边 直接把长津给整郁闷了 虽然长津在这里不受待见 但另一名李教授对他却是异常的喜欢 原因则是只有长津一人熟练地 背出了他要求的内容 对此李教授更是要求 所有人将长津在课堂上讲的话 全部记录下来 他则是偷偷地溜走了 第二天测试的时候 长津十分熟练地背出了 各种药材的药效以及药性 可在宣布成绩的时候 他却得了一个最差的成绩 一女测试三次不及格便会被赶出王宫 可她刚来没几天 申教授便给他评出了两次不合格 第一次是申教授听说他在来之前帮别人看病 虽然已经帮别人看好了 但这也属于无证形医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则是被他治好的小男孩的父亲 也在朝廷任职 并且还告诉申教授让他多关照关照长津 申教授对于这种走后门的行为非常的反感 所以他是不会让长津在自己这里通过的 果然很快又给出了长津第二个不合格 长津对此很是不理解 于是便亲自找到申教授 询问他明明在分辨药材药效药性的时候 他回答得非常好 为何还是给出一个不合格的成绩 对此申教授并没有给他过多的解释 只是告诉他 你不适合当医民 可长津并不愿就此放弃 因为他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医民 还没有调查清楚父母的死亡 还没有为韩上宫洗刷冤屈 就连自己现在还背着一个关闭的身体 但他现在已经有两次不及格 再有一次的话就会被赶出王宫 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刚刚入宫的那一份坚持 虽然同样被赶出教室 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于是他便恳求申教授可以将他留下来 为此他愿意接受任何的惩罚 不管是挨板子 打小腿 亦或者是让他清洗所有同学的衣服 打扫所有人的房间 只要将他留下来 他都毫无怨言 但申教授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直接离开了 李教授也很快得知了这件事 在他的眼中 长津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申教授的做法明显有点偏颇 他告诉长津 让他不要担心 这两次不合格会帮他消除 随后又告诉长津 明天的时候护盼府上会举行宴会 让长津带着所有的同学去住住心 长津非常的疑惑 李教授解释说 国王早已经下令 士大夫家里举行宴会的时候 是不可以有风尘女子出现的 所以让他们这群还没有毕业的 一女去跳个舞唱个歌什么的 顺便还可以认识一些贵族 万一被他们看上了取回府中 一辈子都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从长津的表情明显可以看出 他是不愿意去的 可他的这群同学们却不这样想 第一李教授是教导他们的老师 他们不愿违背老师的意思 第二他们也想认识一些贵族 从而一跃成为枝头的金凤凰 第二天的时候 女孩们打扮的花枝招展前去赴宴 而教室里面则只剩下长津 以及另外一个女孩 等到申教授过来的时候 发现只有他们两人 也只能无奈地带着两人前去实习 虽然长津比这个女孩 更快更准地确认了患者的病情 但申教授还是将治疗患者的任务 交给了这名女孩 长津对此十分的不敬 她认为女孩肯定跟申教授 有着什么亲属关系 可女孩告诉她 自己之前并不认识申教授 而且自己的成绩也很差 也非常疑惑申教授 为何对自己这么关张 不过长津很快便找到了答案 她发现女孩在治疗的时候 不仅会观察病人的脸子 为病人把脉 还会询问病人的身体状况 并且将病人的叙述 一一详细地记录下来 有点类似于现在医生记录的病例 这时长津才明白申教授 为何说她做不成英女 原来是自己太过于嚣张了 只是利用医书上面的知识 以及自己嚣张的态度 来为患者诊断 却忘了忘闻问切中 非常重要的问 以及各种最基本的知识 也正是因为她这次的领悟 让她在接下来学医的道路上 更加地刻苦用心 英女的培训终于结束了 可长津和跟她搭伙的信扉 却拿到了三个不合格 有三次不合格也将无法成为英女 虽然她们平时各方面的成绩 都十分地优秀 但李教授给出的结果却是这样的 而其中的原因 则是因为上次李教授 让他们去宴会上做无女 只有长津和信扉没有去 所以也只有她两人的成绩 是不合格的 申教授找到李教授 希望她可以重新评判一下 众人的成绩 可作为是大夫出身的李教授 又怎么会将寒门出身的申教授 放在眼里 不仅没有听同她的建议 反而勒令申教授 在明天之前 将这一切事情都给处理好 但申教授也不是一个省油的豆 既然李教授一意孤行 想要找事情 那她就将事情闹得更大一点 于是她便将所有英语测试的成绩 全部修改成不合格 第二天的时候 当所有人听到成绩的时候 都被冰淡了 李教授也露出了惊慌的神情 只有长津露出了似懂非懂的微笑 全班竟然没有一个通过的英语 这件事自然惊动了 太医院的都提掉大人 大人对此很是生气 国家花费这么多的银子培养英语 可现在却没有一个可用之人 于是便准备亲自对她们进行测试 可不测不知道一测下一天 她发现这群英语里面 有两名叫姓妃和长津的非常的优秀 可如此优秀的女孩 为何成绩却是不合格 李教授自然不好意思说 长津和姓妃是因为没有去宴会上做无女 所以才给出的不合格 只说两人不遵事重道 将老师的话当作耳边风 随后都提掉开始询问申教授 为何在第一次实习的测试上 只有长津和姓妃及格 其他人都不及格 申教授告诉她 因为当天实习的只有这两个女孩 至于其他的女孩 则是听同李教授的安排 去宴会上做无女去了 这时大人才明白 李教授这是在公报私仇 故意让正直的学员不通过 此等恶劣的行径叔叔可忍 婶婶也不能忍 于是便将这件事汇报给了国王 国王得知此事之后很是愤怒 明明自己之前已经严厉 禁止将一女实习生当作无女使用 为何先王留下的这种恶习还没有杜绝 于是便马上下令 将胆大妄为的李教授隔职查办 随后又下令让大臣们 尽快完善此类方案 禁止以后再发生此类的事情 否则的话必将严惩不待 而所有参加训练的一女成绩 也将重新公布 其中成绩最为优秀的长津和姓菲 被安排到了王公的太医院 做一名使魂一女 简单的来说还是实习生 实习期满了之后就可以转坐 长津激动的从申教授手中 接过出入宫廷的汉府 眼泪都快流了出来 今后他也将以一名一女的身份 正式进入王公 距离他复仇的目标也更近了一步 在这里他也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实习期 合格的话则是会成为正式的王公姻女 不合格的话则是会被送到惠民署 作为新人 他们只能负责为宫内的宫女的诊治 可他们接触的第一个宫女就十分的刁钻 这个长得有点黑的宫女 想让两人用黄瓜为她做一个面部保养 但她们只是姻女 负责的只是治疗身上的病痛 姓菲刚想拒绝 宫女就将一个坐垫狠狠地砸在姓菲的身上 接着对着她就是一通披头盖脸的臭骂 一个低贱的医女竟然敢违背宫女的意愿 如果不想做就滚出去 姓菲委屈得一声不吭 可长金却答应了下来 出来以后 姓菲很是不明白 他们明明是治病的医女 为何要做这种不属于她分内的事情 长金告诉她这就是现实 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 但黄瓜在当时的朝鲜时期也是属于奢侈 长金只能弄来了爱业 并且表示说用爱业的蒸汽熏脸对皮肤非常的好 宫女虽然抱有怀疑的态度 但还是决定尝试一下 但在这之前要让长金用热水给她泡一下去 长金也只能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两个医女培训最优秀的人 原本是来做医女的 却没想到变成了伺候宫女的下人 两人刚刚回去 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王后突然病重 平时给王后看病的阿列此时又不在王宫 他们也只好暂时先过去 再派人叫阿列进宫 长金和姓菲也被叫去帮忙 可就在各方会诊的时候 长金发现了一个熟人 金英在看到长金后十分的震惊 然而更加震惊的则是长金 没想到金英现在已经成了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眼下一女阿列还没有赶过来 他们也只好暂时稳住王后的病情 但王后刚刚躺下后 身体还是非常的不舒服 一女掀开被子一看才知道王后见红了 于是她赶忙去请郑大人 请她来做决断 长金则留在这里不断地安抚王后的情绪 可等一女阿列赶过来的时候 王后却已经消产了 第二天的时候 长金经过多方打听 总算找到了米上宫和阿昌 也是从两人的口中得居 在她被发配到几周岛部 崔上宫便举报了之前的提调上宫 因此她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提调上宫 至于金英则接掌了她的位置 成了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而他们两个则是被赶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最为凄惨的则是连生 自从上次被国王宠幸过一次 被升为特别上宫之后 国王再也没有来过一次 在宫内像这种被国王宠幸过一次 又被忘记的女人生活是十分的凄惨 在两人的陪伴下 长津来看望连生 此时的连生正在雪地里祈祷着国王能再次想起她 这也是她每天都做的事情 当长津的声音从连生身后传来 连生愣住了 这个声音是她最熟悉的声音 当长津再次呼唤连生的名字 她激动地转过了头 她这时才确信真的是长津回来 就这样两个昔日最要好的小姐妹激动地抱头痛 为了迎接长津的归来 连生来到御膳房想要一点水果点心招待长津 当她唯唯诺诺地说出自己的要求后 换来的却是御膳房的宫女竟然让连生自己动手 双眼中也是满满地看不起 无奈之下她也只能自己动手 长津看着昔日的小姐妹日子过得竟然如此的凄惨 不由地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好在他们小姐妹又重新相聚 今后不管是困难还是富贵 他们也将一起走下去 长津刚入宫不久 便遇到了王后小产 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 王后的身体依旧没有任何好转 阿猎经过把脉得出的结果是 王后因为小产腹腔还有淤血 导致血脉不畅 再加上因为小产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下来 所以才难以恢复 众人都以为王后得的是心病 可在长津照顾王后的时候 通过对王后的观察 以及王后的脉象 长津感觉到了异常 随后她询问姓妃 姓妃也同样感受到了异常 具体是什么异常也说不上来 但碍于阿猎是王宫内最优秀的英语 太医院也十分地信任阿猎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在一次阿猎为王后针灸的时候 王后的身体出现剧烈的反应 剧烈的疼痛折磨的王后痛不欲生 太医院众人研究半天也没研究出个结果 国王对此也很是生气 下令让大臣们尽快地想出解决的办法 为此大臣特意跑到太医院 将这里所有人给臭骂了一顿 勒令他们三天的时间必须找出结果 否则的话就全部卷铺盖卷回老家重地去 众人离开的时候 姓妃叫住了准备离开的申教授 将长津和自己的发现告诉给了申教授 但现在两人还无法确认下来具体是哪里不对 而另一边 长津还在书库查阅医书寻找答案 但很快他便被叫了过来 原来申教授已经将他们的发现告诉给了郑大人 郑大人建议让长津再为王后把一次卖 但在场的所有人都认为 长津只不过是一名刚进攻的使唤英语 把卖的技术又怎么能赶得上这里最优秀的阿恋呢 长津告诉众人 经过他的观察以及对王后把卖 王后的腹中很可能还有一个死胎 这让众人不由的一惊 如此说来王后怀的是双胞胎 这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 群人们始终认为长津只是一名刚入宫的使唤英语 他的话并不足以让人相信 可现在王后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 这样一直担得下去也不是办法 时间久了王后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在郑大人以及申教授的担保之下 都提掉终于同意阿恋和长津再次为王后诊治 可两人诊断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阿恋诊断的王后是劳脉 长津诊断的王后则是散脉 这两种脉相作者也大概查了一下 但并没有查出具体代表着什么 有懂得迈向的家人们欢迎在评论区给大家用大白话科普一下 在郑大人的坚持下 决定让长津对王后斟酒治疗 果不其然 在经过长津的斟酒以及喝过给王后准备的汤药之后 王后便开始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很快一个死胎便被王后生了出来 王后因为长津的救治总算保下了一条命 但也因为长津的这次表现 让阿恋很没有面子 她认为长津是为了打垮自己而故意这样做 也开始对长津产生了敌意 在今后的日子里更是处处跟长津作对 是长津为心腹大患 国王的母亲生病了 但她却拒绝治疗 国王得知消息后 马上带着王后前来看望母亲 可却被母亲给训斥了一顿 表示说国王何时竟然开始关心起她的身体了 你罢免太医院李教授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的身体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被罢免的李教授在捣补 她的父亲跟大妃有着亲属的关系 大妃自然也相信她的话 她告诉大妃 国王给她安排的申教授曾经因为误诊致人死亡 所以让大妃拒绝服用申教授熬制的糖药 大妃也听从了她的话 拒绝国王安排给她的任何寓意 并且以自己的身体为要挟让国王罢免申教授的官职 让李教授官复原职 对此国王十分的为难 一边是自己的母亲 一边是朝廷的法度 而这个问题很快便被长津给解决了 她为了大妃的身体 同样也为了自己的授业恩施 于是便决定跟大妃打一个赌 她来出一个谜题 如果她赢了 大妃就接受申教授的治疗 如果她输了就任凭大妃处置 大妃对此十分的感兴趣 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虽然长津的谜底十分的简单 但大妃想了一夜还是没有想出来 最后还是崔上公将答案告诉了大妃 但在崔上公看来 这个答案无异于大逆不道 于是便蛊惑大妃将不知天高地后的长津处死 可大妃并没有这样做 反而是乖乖地接受治疗 国王以及王后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甚是欣喜 马上跑过来探望大妃 国王也非常疑惑谜底到底是什么 大妃告诉她答案是母亲 并且让长津详细地给国王解释一下 大致的意思便是母亲不仅是孩子的食欲 避免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 还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传授孩子各种经验 读书识字 时刻担心孩子是否会挨饿受冻 总之就是一句话 有妈的孩子像根堡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作为母亲不应该用自己的身体来要挟儿子 所以当大妃得知答案之后 也明白了长津的一片苦心 又怎么会使得处罚一个这么懂事的孩子 这件事情也就此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可因为李教授的蛊惑 大妃耽搁搁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现在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平日李服用的汤药也经常吐出来 就在太医院商量着如何对大妃用药的时候 有宫女来抱 大妃晕了过去 但崔上宫却十分的开心 因为大妃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缘故 国王原本就十分的愤怒 这次大妃吃不下汤药 再加上年老体衰 肯定扛不了多久就会出事 到时候国王必定会迁怒负责为大妃治疗的人 长津这次肯定在劫南逃 而此时的长津为了大妃的病情 特意跑了一趟欲善狂 并且还查看了大妃饮食食材的出纳记录 他发现在大妃的食物里 从来不会有大蒜和一些有益脾胃的食材 于是他便找到申教授 将自己的发现告诉给了申教授 希望可以将有一角七的大蒜做成药丸 成给大妃 申教授同意之后 长津马上找到连生 询问他借了一个蒸锅 而这时正在用善的大妃吃了一口放有大蒜的黄河大鱼 马上又吐了出来 崔尚公对此很是生气 训斥金英为何要在大妃的饮食里面放他不喜欢吃的大蒜 金英无奈地表示说这是太医院的吩咐 让他一定要这样做 听到这里 崔尚公的脾气马上起来了 立刻让人将太医院的人叫过来 几人刚刚过来 崔尚公对着几人便是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 但申教授并没有理会他 而是让长津将做好的药丸呈给大妃 大妃吃过以后不仅没有尝出里面大蒜的味道 并且还赞叹味道十分的不错 长津听完大妃的赞赏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可阿烈对此十分的不满 明明他才是内医院最优秀的医民 为何这种事情要交给一个使唤医民去做 诞生教授却反驳了他 毕竟药丸的事情是长津提出来的 被反驳后的阿烈看着长津的眼神充满了敌 对他也更加的怨恨 但这一切长津并不知道 他还在跟连生每天坚持给大妃制作这种药丸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大妃的身体总算有了好转 阿烈也非常好奇长津制作药丸的材料到底是什么 于是便悄悄地跟了上去 趁着长津和连生不在厨房的时候 偷偷地溜了进去 这才发现他给大妃制作的药丸使用的材料 都是大妃最不行 尤其是最为不喜欢的大蒜 于是便马上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太医院的医医症 刚好王后也从旁边路过 当从阿烈的口中得知这件事后 马上带人赶到了长津制作药丸的小作法 当王后看到里面竟然有大妃最不喜欢的大蒜后 马上就将两人训斥一顿 指责两人在大妃病重期间 竟然还给大妃准备她不喜欢的东西 这分明是居心不良 虽然长津表示说已经得到了申教授的同 但正在气头上的王后马上吩咐一意证 让她立刻处罚申教授以及长津连生三人 郑大人趁机赶忙解释 这是申教授和长津为了大妃的身体制作出最适合的东西 由于之前大妃喝不下去汤药也无法针灸 所以长津才选择了使用这个方法 大妃听后若有所思 王后也急忙对大妃表示歉意 因为她的失误 差点影响大妃的病情 而另一边 申教授和长津两人正在小作坊里面发呆 他们不知道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这时 阿烈走了进来 告诉两人大妃要召见他们 大妃非常的好奇 饮食里面只要有一点点的大蒜她都能吃出来 为何长津制作的含有大蒜的药丸 一点大蒜的味道都能用 长津赶忙解释 这是她为了大妃的身体特意想出来的办法 制作的工艺相当的繁琐复杂 大妃听后很是欣慰 夸奖长津心思的缜密 就连这样的方法都能想到 同时也表示今后再也不会挑食了 由于长津的功劳 大妃的身体已经恢复到可以针灸治疗的地步 大妃以及王后自然不会处罚这次的大功臣 国王得知之后很是开心 并且让内侍官亲自传旨 明天的时候将会对长津做出奖赏 内侍官来到小作坊传达完国王的旨意后 马上就认出了长津就是之前在御膳房韩上公身边的宫女 熟人见面分外的亲热 内侍官告诉她 今后在宫内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她 虽然大事可能帮不上忙 但小事绝对不会推辞的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崔上公十分的不开心 原本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 如今却成了这样的结果 他自然不会担心 于是便跟御医政商议如何才能将长津赶出王宫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被从一旁路过的阿猎看在眼里 从两人的谈话中阿猎大概得知 崔上公似乎和长津有着什么仇怨想要把他赶出王宫 现在长津在内依院的风头也越来越盛 盈盈有盖过他的趋势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总有一天会超越自己骑在自己的头上 于是他大胆地做出了一个计划 他找到御膳房的最高上公精英 表达了想要投靠崔家的想法 希望精英可以接纳他 为了能够得到精英的信任 他会想办法将长津赶出王宫以此来作为投名状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长津因为受到嘉奖 昔日跟他要好的几人一起聚餐庆祝 期间闽上公对于连生的表现很是不满 因为他听说上次连生见到了国王 但连生始终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并且还训斥他 你时常为长津祈祷希望他可以平安 可以早日归来 怎么就不能为自己着想一下 连生也知道闽上公是为自己好 听着闽上公的训斥委屈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随后闽上公将连生带到了宫内凉亭的地方 教导连生对着月亮吸收月光精华 这样才能变得更加的有魅力 才能吸引到国王的注意 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国王也来到了连生的屋内 自从上次国王无意中再次见到连生之后 对他也甚是想念 于是便在这天晚上的时候特意来看看连生 可没想到连生竟然不在家 那士官赶忙吩咐众人去寻找连生 当几人得知国王正在等着连生时 激动地马上将连生给推了出去 可等连生回到房间后 屋内却空无一人 连生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也只能委屈地哭了出来 这时房门却突然打开了 一个男人悄悄地来到他的身后 来人正是国王 原来国王并没有离开 连生听到国王叫他的声音 顿时被吓了一个机灵 就连给国王行礼也给忘记了 在那士官的提示下 吓得他赶忙趴在地上请罪 国王看着连生很是开心 因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连生就是哭泣的面容 现在同样也是一样的表情 在步入正题之前 两人面前摆起了一桌韭菜 看着正在喝酒的国王 连生不禁想起了 敏上公刚刚交给他的东西 在国王吃菜的时候 要主动给国王加菜 亲自喂给国王 并且一定要点一点 于是连生便决定尝试一下 但由于太过于激怒 双手不停地颤抖 在给国王倒酒的时候 又不小心把酒给撒了出来 吓得他紧忙给国王道歉 可国王对此却并不在意 反而觉得他的样子十分的可爱 就这样连生又一次 得到了国王的宠幸 从此以后 他的身份也开始水涨船高 因为上次王后小产的事情 以及大妃的病情 长津在里面功不可诺 王后便决定 对长津好好地感谢一份 但他越看长津越觉得眼熟 最后终于想起来 长津就是曾经在御膳房上 过班的宫女 可明明是御膳房的宫女 怎么又成了英女 长津告诉王后 因为当年硫磺鸭的事情 自己遭到处罚 成为英女进宫 希望可以调查清楚当年的事情 还韩上公和自己一个清白 王后同样也知道流黄鸭的事情 他能感觉到韩上公是被冤枉的 对这件事情也一直耿耿欲怀 但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牵扯的人也比较多 况且还是谋逆大罪 想要翻案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只能慢慢一步一步地来 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出手帮助 同时他也希望长津能够成为自己的人 因为不管是在御膳房的时候 还是身为现在的英女 长津的表现足以证明 他的聪明才智 以及他办事处事的能力 王后的身边也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来帮助他 对此长津激动不已 在后宫中能够得到王后的帮助 对于调查流黄鸭的事情 帮助是非常大的 有道是大树底下好成梁 长津在宫内总算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为了感谢王后 长津来到御膳房 想要为王后再做一次乔麦卷 因为他记得 王后告诉过他 几年前长津在比赛时候做的乔麦卷 依然让他记忆犹新 但好巧不巧地遇到了精英 精英同样也是准备给王后做点心的 但没想到长津竟然会在这里 既然长津现在是医女的身份 那就没有资格进入御膳房 于是便将长津给赶了出去 长津无奈之下 也只好利用连生的小厨房下厨 为王后做乔麦卷 可当他端着做好的乔麦卷 来到王后的寝殿之后 竟然发现精英也在 精英看到连生的乔麦卷不由的一惊 因为他做出来的跟长津拿来的是一样的 王后尝过长津做的乔麦卷之后 对妻十分的赞傻 还是之前的味道 同时又告诉精英 以后不用再给他送宵夜了 今后他的宵夜将会交给长津负责 精英出来之后刚好遇到了阿烈 对长津十分不满的精英告诉阿烈 让他有空的时候到他的房间去一趟 两个对长津都有敌意的女人聚集在一起 自然是没什么好事 针对长津的阴谋 也在两人的密谋之中酝酿了出来 女孩曾是王公太医院最优秀的医女 但自从长津来到王公之后 这一切都变了 可他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加强学习 反而对长津产生了极度之心 他非常想把长津赶出王公 这样王公最优秀的医女就还是自己的 于是他选择了投靠崔家 想要利用崔家的实力 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将长津赶走 在两人的密谋之下 一个针对长津的计划便展开了 宫内的小宫女生病 本是使唤医女的责任 也就是长津的分内之事 但他却让长津去往王后的寝殿伺候王后 自己则跑去给宫女医治 于是御医女马上跑到王后的寝宫 而此时的长津正在帮王后按摩锤北 这让御医女很是不满 于是便在回去之后狠狠地训斥了长津一旦 并且勒令长津从津往后 再也不准前往王后的宫典 长津也不傻 现在的他早已经不是刚刚入宫时候单纯的小女孩 经过他的分析 他怀疑这件事情很可能就是阿烈在背后捣鬼 于是他便找到阿烈 质问他为何要这样做 阿烈没有多说声 因为聚会民署传来消息 宫外此时发生了瘟疫 具体是什么原因还不知道 但听说是一辆车子撞到了一头小路导致的 但到了地方才发现这里的疫情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国王让敏大人传令马上封锁一区 阿烈自然也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而此时的长津还在为药材烦牢 他找到负责药材的医女 想要再领取一些药材 医女让他去找阿烈 并且表示说阿烈会给他下一步的指示 两人的误会就这样产生了 原本医女是让他找阿烈获取撤离的时间 长津则是以为医女让他找阿烈领取药材 当长津找到阿烈表达了想要领取药材的意思之后 阿烈没有丝毫的犹豫 告诉他现在存储的药材不足 让他到附近的村落连夜收集一些药材 也就是在长津收集药材的时候 刚当来到这里没多久的医女们已经开始撤离了 官兵也来到了现场 从此时起这里的所有人许进不许出 长津看着到处奔跑的村民很是慌张 从一个村民的口中得知 这里已经被下令封锁 但这里还有很多没有生病的人 看来是准备让他们这些健康的人 也被封锁在这里自生自灭 这时长津不由地想起不久前去找阿烈的情景 阿烈明明是在叮嘱这两个阴影离开 长津还以为是在嘱咐他们去领取药材 再加上后面遇到两名阴影的情景 以及闽大人询问他是否接受到命令 他一直以为命令是去领取药材 可没想到竟然是让他们撤离 此时他也终于想明白了 阿烈这是在故意坑害自己 想让自己留在疫区感染瘟疫死去 真可谓是歹毒至极 而另一点 闽大人在英语中并没有看到长津的身影 经过询问才知道他们也没有看到长津 阿烈更是表示说 已经将撤退的消息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御医症更是认为长津已经偷偷地逃走了 一顶结结实实的大帽子又扣在了长津的头上 可闽大人并不相信长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于是便不顾士兵的阻拦跑进了疫区 他一定要找到长津 哪怕被封锁在疫区 就算是死也要死在一起 很快闽大人便在村子中找到了长津 此时的长津十分的伤心难过 没想到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跟谁作对 可自己却处处被人给针对 闽大人告诉他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他的认知中 长津一直是一个正直勇敢的人 而不是一个懦弱 可以随意被挫折打败的人 听了闽大人的话 长津总算提起了精神 可就在他们走出来之后 却遭到了大批村民的围堵 村民误以为两人是还没来得及撤离的人 对着闽大人就是一棍子打了上去 长津赶忙上去阻拦 自己是王公的医女 来到这里是为了给大家治病 现在最关键的是将患病的人赶紧分开 以免传染给更多的人 经过长津的劝说 村民总算相信了他的话 但很快因为药材不足 又发生了冲突 闽大人更是被村民给绑了起来 狠狠地揍了一顿 村民虽然十分愤怒自己被隔离起来 但也明白现在的处境 于是便答应让闽大人出去寻找药材 不过也只有一天的时间 如果一天之后闽大人还没有回来 他们就杀了长津 闽大人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抢了一匹马之后开始去寻找药材 而长津则是留在这里照顾生病的人 可等到晚上的时候 长津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 一名病重的大婶询问长津 闽大人真的能带着药材回来吗 听着大婶的话 长津也不由地流出了泪水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闽大人赶到一家药房 但里面的人早已经逃走 只留下一地的狼藉 经过询问才知道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里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这时闽大人也不由地想起 临走之前村民们的交代 只会给他一天的时间 如果一天之后 他还没有带着药材倒回来 他们就会将长津杀死 第二天的时候 更有情绪激动的村民 想要就此杀死长津 幸好对面的房屋着火 长津这才躲过被人打死的命 但更为不幸的是他被关了起来 由于失火的缘故 村民们并没有组织救火 而是开始四散奔逃 火势也越来越大 很快便蔓延到了 关押长津的地方 这时的长津也只能虚弱地 躺在地上 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就在这危急时刻 闽大人冲了进来 将已经昏迷的长津救了出去 万幸的是长津最终醒了过来 经历过这次的事情之后 也让两人之间的感情 更近了一步 与此同时的另一边 村民们也悲伤地聚集在一起 其中一名老人 更是因为缺少药材 缺少食物不幸的去世 就在他们悲伤绝望的时候 闽大人扶着长津走了进来 还有几周岛的医女张多 她是被闽大人请过来的 瘟疫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但她发现一名患病的母亲 给孩子喂过奶水之后 孩子并没有任何被感染的症状 但长津却告诉她 这里患病死亡的人 都是一家一家的死亡 这让张德更加的疑惑了 于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长津便开始在村子里面转悠 寻找可疑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被她发现了异常 一家农户的菜筐里 竟然放着已经变质的蔬菜 经过询问才知道 这里很多的蔬菜都发生了变质 如果不吃这些东西 那就只能饿肚子 于是长津便将这件事情 第一时间汇报给了张德 在她看来这次并不是瘟疫 而是因为村民吃过 带有传染病的蔬菜 产生了食物中毒 既然找到了病因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经过他们的治疗 村民们的身体很快便得到了好种 但现在全国很多地方 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于是闽大人和长津便 准备去其他的地方查看一份 果然不出他们的所料 这里的蔬菜也发生了变质 但更为严重的是 这里的蔬菜是进贡给王宫的 如果王宫出现食物中毒的事情 就麻烦大了 与此同时的王宫内 阿猎也准备接受崔上宫的封赏 他这次将会得到 一间药铺的管理权 可就在他准备接受房契的时候 有宫女传来消息 长津回来了 并且闽大人还提醒众人 已经有一批可能变质的蔬菜 送进了王宫 这件事情必须马上处理 否则的话将会引发天大的麻烦 可崔上宫却根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他一直认为长津是在故弄玄虚 一个小丫头骗子 怎么可能查出这么多人 都没能查出的病因 他在升任提掉上宫之前 是御膳房的最高上宫 还从来没有听说 食用蔬菜会中毒 敏大人不乐意了 直接回对了上去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您可以亲自尝试一下 可没想到崔上宫竟然同意了下来 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蔬菜 也能让人中毒 同时也想要借此机会 狠狠地打压长津一番 可就是他愚昧无知的行为 让他体验到了食物中毒的痛苦 精英亲自为他切开一颗白萝卜 将其中最好的部分给了崔上宫 崔上宫吃下萝卜之后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到第二天精英来看崔上宫的时候 发现他确实是已经中毒了 于是便马上将这件事情给汇报了上去 既然知道了病因 接下来就是面向全国推广 尽快地让百姓们恢复健康 然而让崔上宫没有想到的是 前来给他看病的竟然会是长津 当精英看到正在为崔上宫诊治的长津时 马上让他出去 并且让他重新换一个医女过来医治 可崔上宫却阻止了他 他告诉精英 既然长津是第一个发现的 他肯定是非常熟悉的 我们又没有什么好怕的 为什么不能让他医治呢 不管是韩上宫 还是在其他事情上面 我们都问心无愧 又有什么好怕的吗 长津听着他的话 他不明白一个人 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医 于是他便拿出银针 剥开崔上宫的衣领 准备给他珍觉 为自己挡箭的情景 母亲以及韩上宫身亡的情景 他的手在忍不住的颤抖 只要他扎错了地方 他母亲以及韩上宫的仇怨 或许就可以报 但他还是选择给崔上宫治疗 他知道崔上宫是自己的仇人 可他同样也明白 自己身为医女是不能这样做的 不能使用治病救人的医术害人 他要堂堂正正地扳倒崔上宫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回到内医院跟阿列对质的时候 阿列对之前的事情竟然失口否认 因为之前阿列的诬陷 内医院所有的医女也不再相信长津 而长津也将要被赶出王宫去网会民署 为了可以帮助长津 姓非拉来一名医女作为原证 他也正是当初听到阿列故意 给长津说错撤退时间的医女 可阿列却反咬一口 表示说没想到长津为了打压自己 竟然火同他人联合陷害自己 并且告诉于医政 自己实在没有办法跟长津这样的人 再继续一起待下去 众人虽然不知道两人之间到底是谁在说话 但于医政明白 在长津来到这里之前 这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便将长津给发配到了惠民署 可事情很快便得到了转机 敏大人亲自将准备离开的长津 带到了内医院 当场撤销了对长津的处罚 众人都非常的疑惑 虽然你身为贵族 但你也没有权利管我们内医院的事 郑大人赶忙解释 敏大人因为之前在疫区的功劳 国王已经亲自下令将敏大人 册封为内医院的副都提掉 身为副都提掉自然是有权利管理这里的事情 但敏大人当初升官却非常的不顺利 起初吴大人以敏大人不遵守命令 私自留在疫区 未能及时返回王宫为由 将他所有的官职都给罢免了 百姓们得知这件事情之后很是难过 没想到曾经给予他们帮助的人 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 幸好张德这段时间在参判府上为他看病 当得知这件事情之后 马上告诉给了参判 参判更是直接将这件事情汇报给了国王 国王万分地证明 对着负责这件事的吴大人就是一顿训斥 责怪他处事不公 并且还加封他为内医院的副都提掉 不过好消息并不止这一个 连生有孕了 敏上宫和阿昌第一时间赶过来祝贺 之前故意怠慢连生的宫女也赶忙过来请罪 连生刚想要原谅他们 就被敏上宫上前劈头盖脸的训斥了一通 看得一旁的连生以及阿昌一愣一愣的 敏上宫什么时候竟然如此的霸气 作为宫内提掉上宫的崔上宫也派令路前来祝贺 虽然他们的关系并不合谋 但毕竟现在连生已经有了国王的孩子 他们作为宫女自然也不敢得罪 连生更是趁着这次机会将敏上宫 以及阿昌全部吊在了自己身边 对此两人万分的感激 毕竟现在两人在御膳房并不受待遇 另一边王后在得知连生有孕之后 马上册封连生为从四品书园 从此使起连生在宫内也算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 昔日最要好的人聚在一起 大家都由衷地为连生感到高兴 可崔上宫以及精英却不高兴了 崔上宫费尽心思地想要阻拦连生可没想到他还是成了疏远 按照规矩 作为御膳房最高上宫的精英是要给新上任的连生亲手做一顿膳食 可一向老是憨厚的连生竟然也开始调皮起来了 刚刚闻到精英端上来的膳食便开始恶心了起来 一连数次都是如此 狠狠地拉下了精英的面子 精英虽然内心有气 但也无可奈何 毕竟连生现在可是有身份有品接的人 但他还是一个女币的身份 得知这一切的崔上宫在御膳房更是暴跳如雷 自己的侄女怎么可以让人随意欺负 哪怕她是疏远也不行 宫内的妃子他们又不是没有陷害过